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不摔摔铁子摔摔管的 一定会有 只不过是有责任心的人永远不可能跟老婆提出离婚 对家是负责任的 但是张花惹草这都是男人的通信 为什么 因为男人天生是帝王心 过去古代的皇帝是三七六七 现在的男人是不允许一夫多妻 所以而导致只能选择一个老婆 所以另外的就是可以出出轨 你不要笑男人啊 这是帝王 所有的帝王都是这样的 所以男人都有帝王心 认可吗 如果女人度量大一点 能够理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就是幸福的 假如你自私了不好意思 你的男人是这样 你到天下去打在东楼找 所有的男人都这样 真的是实 谢谢大家 我闭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